同学的电脑或者公式电脑 还是要2003的话 那你只能用这个方法 就是if再加ifl 才能够产生这个ifl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这边也有放一个 for 2003的版本的公式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如何格式化 这个礼拜天是用这个公式 礼拜六是这个公式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 然后设定格式化条件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VBA部分 VBA的话我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我先demo一下 这个是用设定格式化做 VBA的话我先把它还原一下 如果VBA就把它按按钮 格式化日期 也OK 然后清除掉 最后的话当然还可以更上一层 刚刚所有做过的事情 怎么样 可以全部一键完成 刚刚我们做了什么 产生这个每个月 二月以后的每个月第一天 然后全部跑完 然后再加格式 对不对 那这些动作如果你要一键完成的话 我可以把它写 请写一个input box 请输入比如说它产生的是2020年好了 按确定之后它就帮我丢到这边来 然后底下就怎样 就是用丢公式的方法 反正就全部都完成就对了 按确定 就一次就完成了 OK 这些都是写VBA的 就是把刚刚的动作全部写成 丢公式就可以完成 一样可以有个清除 反正就这样 所以请各位 待会我们就是要来看 如何再用VBA来处理 大概这四个按钮 今天大概进度 我本来是 后来就有同学问说 因为这个做完底下 他要真的拿它来当schedule 所以可以输入一些东西 然后他就问说 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出类似像这样 底下还可以插入一个空白列 对 可不可以做 可以的 不过我怕今天时间会不会来不及 我又不想讲得太快 太赶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 如果来不及 也许这个我之后再补充也可以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可以插入空白列 也可以删除空白列 也可以 插入空白列之外 也可以让它的高度变更 这其实都不困难 城市大概就两 大概就一个回圈 加一行或两行就OK了 那底下来 其实就是在这里来没有 它就这三行 就是这三行而已 好 怎么做 我们待会 再来看 第一个的话请各位待会 我先把它删掉 请各位先把刚刚做的复制一个 因为我们要保留旧的 不然的话你删掉 这个也许可以把它改VBA 那我们要先做 刚刚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把它改成用VBA来完成 那特别注意 请你先做一件事 先把里面的格式先清除掉 因为你现在这个格式没有办法用这些来变更 你一定只能用清除整张工作表规则 把它恢复 二的话呢 请你再到开发人员里面 我要写两个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格式化日期 跟还原 然后这要怎么写 首先的话呢 我要格式的话 第一个的话写法 我们先这边先删掉 我先把那个 有点像填空题 这边先删掉 首先的话呢 其实也蛮好理解的 第一个你要告诉他什么 你的范围在哪里 就跟刚刚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差不多 所以呢 我们先跟他讲说 For I 等于 I就是列嘛 等于第二列 到第三十二列 一个NES 有没有 就是意思说这个范围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三十二列 一个NES For J 的话呢 J 就蓝 蓝的话特别重要 只能用数字 你不能用ABCD 等于1到12 因为刚好12月嘛 所以第一蓝 第二蓝一直到第十二蓝 OK 那我们就是刚刚说 范围在这里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里面因为刚好有空的 所以如果有空的 你不能丢weekday去判断 不然会发生错误 所以我先必须要略过什么呢 如果有那个没有资料的 那怎么知道没有资料 所以我要判断就是说 它里面一定要是不等于空的 所以我要去什么 如果那个储存格的话就Sales 刮虎 特别注意之前是I列的哪一栏 这个是I列的追栏 就是这样 IJ就可以了 指的是那个储存格 那个储存格如果不等于空的 不等于空的话 那 then 才去做什么呢 判断是不是礼拜六 这边加一个end if end if 接触 一定要有个头一个尾 OK好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它就跳过了 就不做判断 因为如果 假如你给它一个空的 在判断 它一定会发现失败 会错误 接下来我们就判断 是不是礼拜六 所以其实做法有点类似 如果 那个储存格是不是礼拜六的话 那我可以加一个 一个叫 在VBA里面一样有 点 里面有个weekday 所以这边的话有weekday吗 所以其实做法一样 名称也一样 刮虎 那你给它什么 给它日期 那一样就是sales 那个什么呢 刮虎的i列的追览 OK好 那后刮虎就可以了 如果它里面的那个weekday 等于 一样 其实也是礼拜六的话是七 空一格 then enter两下 打一个end if 其实打法都一样 只是说我是建议你们一定要 记得那个就缩牌 怎么样 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一目了然 因为像 蛮多同学都比较不注重这个 很容易造成什么 程式说真的看得很痛苦 而且你写错 大部分也是因为你没有写在一起 然后你看不出原来少了一个 所以像同学常常打上面望到下面 所以如果你有头有尾的话 基本上程式就不会错了 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一定要缩牌 主要的原因在这里 好 那如果我说我今天是礼拜六的话 那我应该做什么 把那个储存格的字改成深绿色 跟底色变成浅绿 可是深绿浅绿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我可以常用里面 还记得吧 油漆桶里面 其他色彩 那我如果浅绿的话 假如是这个 我制定一下看看 它颜色大概就 绿色好像全部 然后它的那个红色就153 干脆记150好了 或者你要少一点 干脆记100可以 因为上面200好像更浅 深绿的话好像就是 它变成说 如果是2555的话 如果这个假设变100 有没有 100这个就深绿 所以搭配的话 浅绿的话也许就是给它2555 然后150也可以 然后200可以 有没有 这样的关系 200 然后2555 就是200 OK 那大概我们就把这个数字 大概记一下 接下来就什么 打一个 如果字的颜色要改的话 那我就直接 其实有时候偷懒一下 把这个 如果刮5先不要 也是一样 还记得吧 字的颜色变更 我前面讲过 如果底色要变成深绿的话 就是Fone Fone Color 所以这边打Color 用选择 等于什么呢 RGB 深绿是还记得吧 0 然后100好了 0这样子 因为你2555的话 好像还是没那么绿 OK 记得最后再加一个这个 加一个刮虎 这样就OK了 它的字的颜色就改了 那再来就是它的底色 底色也是一样 在Sales 点什么 点Intel Color 所以打一个ion 大概就出来 Intel 点Color 然后呢 等于RGB 挖虎 200 255 对 所以你看RGB 加颜色非常容易 所以在VBA里面 你只要记RGB 就够了 其他也许 不是那么重要 这边把它加一下 这样子 OK 然后它的字的颜色 加它的底色 好写完了 我们试一下 执行 礼拜六就OK了 礼拜天的话 其实就把这一段复制过来 放到它下面 把这边改成 1 然后字的颜色 改红的 红的 红的应该是RGB 多少 255 后面改成00 那底色是黄的 还记得吧 红配绿 红色加绿色 对 这样就OK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刚刚只有礼拜六 现在就礼拜天 也加上去了 OK 那如果你要还原的话 特别注意 可以不需要再跑回圈了 你直接用RANGE就好了 因为我这个范围是RANGE A2到L32 红色 那其实你知道什么 Fone Color 所以你要恢复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用什么 Fone的Color 整个范围变成什么 变成黑色的 就是 它预设是黑色嘛 所以你就RGB 0 0.0 0.0 这样就OK了 那底色没有的话 就是XLN 它就把全部的颜色都拿掉 这个地方不用跑回圈 因为 它基本上就那个范围都一样 那我就直接把它执行 就恢复了 OK 最后的话就加两个按钮在旁边 那就可以把这个效果给做出来 按钮因为之前有做过 所以我们就把它再加一下吧 待会再来看就是说 如果我要再把它变成年利的话 不过这个难度很高 等一下讲到那个年利 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 写法也是我想出来就是 尽量用最简单的方法 也是丢公式的方法 这个应该是格式化 清楚这个 还原格式这个 那我用range的方式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 这样子 按这个 就OK 按下去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按下去 因为它一个一个跑 所以感觉 如果你电脑 等级不是很高的 会感觉有点 有点慢动作的 slow motion 可是这个不会 一下都OK的 但是这个格式化 你没办法用range 你不可能说range 指的是大家都一样 的时候 但如果大家可能都不太一样的话 那你也只能用跑回圈 OK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刚刚的程式 程式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 都是之前写过的 所以你慢慢要习惯 for回圈 这个是I是列 J是蓝 OK 记得这个地方主要是要判断 如果它里面没资料的话 因为如果你里面没资料 你放weekday里面 给它判断 它就挂掉 就跟刚刚那个ifair 没有 就是要过滤那个状况是一样 那后面先还给各位 礼拜六礼拜 所以其实它结构以后 写来写去 大部分也都是回圈里面 会放逻辑判断 好 好 好 感谢